但进入到最后倒数外岛金门选情也是非常的激烈 这次总共是有七位的候选人 为了要争取每一张的选票 传出了有人提出只要搭飞机回到金门投票 就招待前往厦门旅游的契约会选 而三位呼声最高的候选人纷纷出面成心 说绝对没有提出这样的诉求 不过也看得出来超过5000票的游子票 在金门这场选战当中 真的是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